星爵大破死事记录,6分钟不眨眼,简直非人类。 为了宣传电影,演员们也是不容易,不但要前往各个城市参加首映,红毯里,还要时不时豁出剧前一些超乎寻常的事情,希望能够吸引眼球,给电影增加曝光度。 这部,最近星爵克里斯帕拉特在宣传电影《侏罗纪世界20》参加了一个西域节目,在节目中,他挑战了一个多长时间不眨眼的游戏,令人惊爆眼球的是,帕帕竟然长达6分5秒都没有眨眼,大幅刷新了这个游戏的最高纪录。 在6分钟的挑战里,帕帕两眼直视住镜头,时而搞怪翻白眼,时而认真帅气一脸严肃,当然还有发工为自己助威的搞怪动作。 挑战到最后,帕帕双眼泛红,眼泪汪汪,还不忘继续吐槽就算眼睛瞎了也要坚持,最终,时间定格在了6分05秒,帕帕忍不住擦去了心洗激动流下的泪。 有趣的是,这项游戏的前一位记录保持者刚好是死士瑞安·雷诺斯,他之前的记录是2分37秒,此次星爵算是大幅刷新了死士之前记录。 为了宣传电影拼成这样,只能希望《诸罗纪世界2》的票房能够和死士2那样大爆吧? 这项记录的刷新也引来了网友的各种评论,这!神经病啊!为什么我男神的技能如此中二?这个也太厉害了! 帕帕的铜色真是太美了!隔住荧幕揪一把汗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